我就想說不然我就快篩一下 結果我怎麼知道一篩 兩條線 我還不死心 篩了第二次 就是兩條線 然後我就去醫院自頭羅網了 那當然醫院就立刻幫我進行採檢 那採檢陽性了之後就 直接關到腐牙病房裡面來了 不是報導說了說 我發病了 然後還到處表演 沒有我根本還沒開始發病 我就把自己關進去啦 報導中你們有寫說 女莎士風手發病了 還出去表演九天 足跡遍布各地 我說除了殺手風手 跟我的足跡之外 所有的陳述都不是真的 都不是真的 亂寫 亂寫 歐北來 歐北狗 嘻 我就想說不然我就快篩一下 不然 我隔天就是還要再 如果還要再做廠的話 一方面是保護 那邊就是通常的老師跟兵科 讓他們安心 那一方面我就自己也安心 結果我怎麼知道一篩 兩條線 我還不死心 篩了第二次 就是兩條線 然後我就去醫院自頭羅網了 那當然醫院就立刻幫我進行裁檢 那裁檢養性了之後 就直接關到腹押病房裡面來了 所以 而且到這目前為止 到我進腹押病房 這目前為止 因為醫院都有那個數據嘛 我都還沒有發燒的跡象 所以 不是報導說 我發病了 然後還到處表演 沒有我根本還沒開始發病 我就把自己關進去啦 絕對不是那一種 喔發病了還到處散播病毒 我覺得那只是想製造大眾的恐慌而已 非常嚴肅的說 沒有這件事情 時間的時候 走上面就是 欸 我4月3號 就是 才算是有顯微的 顯微症狀 所以不是 就是報導寫的那樣 寫的那樣說 喔發病了還到處跑 我也太厲害了 嗯 怎麼辦到的 那麼貴貴的 就是 你只要確診就會立刻被關進來了 我連 遠遠的跟我家人道別 都沒辦法 就是直接就被關進 因為很怕我會接觸任何人 所以 那因為這段時間 因為這段時間 我沒有任何的旅遊室 或接觸室 所以 一開始疫調的時候 就 把我就是感染的 因為為了要抓我的感染來源 所以就把整個 整個時間就是拉很長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的主機才會在上面 不然 發病時間大概就是3到5天而已 沒有必要其實抓到 沒有必要抓到9天 那 才會被 應該是因為雖然這樣 才會被媒體 就那邊抓 報導說什麼 我發病了 還在外面亂跑 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之後 經由就是公布出來 確診案例當中 就大概可以猜到 就確定說 我應該是在高雄駐典表演的時候 被傳染的 我跟我接觸過的家人朋友 我確診了 然後他們可能要被匡 匡列隔離 然後還要 很麻煩的配合 拆檢跟疫調 那在自己的生活 影響很大的狀態下 他們就是都沒有人怪我 反正就還反過來關心我的病情 那真的是 當下會讓我覺得 喔天啊 真的是 大家都沒有怪我 我就很感 很感 很感 很感性 特別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最暖性就是 我的妹妹 因為他是第一個看到我快散出陽性的人 然後他真的是超級無敵冷靜 非常的有智慧的人 他沒有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邊打進小瓜 也金光是錯 然後就告訴我說 你先去洗澡 然後出來喝個雞湯 然後甚至他也沒有催促我 你趕快去醫院 你趕快離開這裡 都沒有 對面都沒有 那我也很感動 因為在踩陽性當時候 我心情真的是很混亂 然後其實我經不起任何捨棍 那時候比較玻璃心一點 那我也謝謝就是他 那他願意陪著我 因為我要自己出門去醫院的時候 他就說我陪你去啦 然後我跟他說 不要這太危險了 我可能是缺感染者 然後他就只是跟我說 基本上如果你確診了 我們住在一起 應該也都會中 那與其放你一個人去 那不如我陪你去 至少你還有個人陪